花蓮文创园区511连续假期特别携手邀请到西博市集扩大规模 开启了5月份花创艺文储创活动 而最近疫情影响不少民众的心情 因此市集是特别以疗愈为主题 集合了20多个摊位包括有植物、精油、青石还有音乐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一起来度过放松疗愈氛围的周末 花蓮文化创艺产业园区在今年1月1日由国立台东美学馆进驻后 陆续举办展演、电影、讲座、主题市集等丰富的花创艺文储创活动 配合无一连假、花创园区第二阶段的花创艺文储创系列活动也正式起跑 连假三天特别邀请华联在地的西博市集以及花东音乐人 过大办理以疗愈为主题的大型市集 我们西博市集就是从去年开始就休息了一段时间 然后就想说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就觉得 大家情绪好像蛮紧张的 然后一直都有想说要办一个比较跟疗愈相关的主题的市集 那刚好文创园区就是花创艺文储创就是有找我们合作这一次的这种主题市集 平均起来大概25个摊位那我们围起有三天的活动时间 那这一次的市集比较特别是有加了几摊是比较属于心灵疗愈层面的摊友 然后特地有的还不是花脸的朋友有的是台北的朋友或外地的朋友 今年整个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我们都会分别邀请不同的团体 来进驻一起来合作办活动 那像这次的西博市集是我个人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团体 因为他们整个的市集的风格都是比较偏向自然而且环保的 那今年这次的我们的主题就是定在疗愈那刚好很适合现在的氛围 那因为现在是防疫期间 所以呢我们几乎每个摊组的那个摊位的跨距都拉宽了 然后而且每个摊组都是必须要佩戴口罩 那我们也会挂很多的提示的标语琴就是来访的游客 大家一起共同遵守防疫的守折规则 那一直到下午晚上的那个草地音乐会的时间呢 我们也做了调整 因为花莲夏天要来了 那平常下午的时候其实在户外是很不太舒服 因为太阳太大 所以我们会把整个草地音乐的时间也都往后延 以疗愈为主题的西博市集 廉价三天从下午2点至晚上8点 邀请包含植物、精油、疗愈小物、对痰、侵蚀等摊友 而摊与摊之间也保持社交距离配合防疫措施 期盼在疫情笼罩阴影下 能抚慰安定民众的心情 园区也同时办理疗愈植物胎球手作体验 草地音乐、酿试集以及园区散策导览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 记者讲方言华林市报导